大家好,我是李念老师,今天我们上第47课 拼了18课,今天是几号呢? 啊,29号了,周五是口语,星期五是书面语 今天我们学拼音的一个特殊的组合 唯一两个看起来像大写字母的拼音组合 第一个,衣服的衣 衣服的衣 看到吗?看到这个字母吗? 这个和英语的Y是一样的 但是它发音,发的是一的音 用它来组合一个完整的拼音 然后呢,还有一个W,写的时候呢,它们也是一样大的 一个大写的英语的W,在拼音里它也发W的音 而且是大写的样子,来组合一个完整的拼音发音 它和它看起来不一样 这个W,和这个W,这个大写的W,和这个小写的W,它们要组合起来使用 写的时候,它们是一样大的W,然后声调 W,W,啊,乌鸦的W 乌鸦是非常神秘的,非常聪明的鸟,对吧?非常非常的多 在田野的上空,它们就是生活在田野的上空的 乌鸦的W,W,鸭,看,这个也是大写的,不能只放一个小写的在这里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拼音 这里是一个大写的 一啊一啊一声 还有一个 必须用这种组合的 一无 一无鱼 一当然还是这个一 但是这个可是有眼睛的 鱼 我们吃的鱼 游泳的鱼是有眼睛的 组合之后呢 两个眼睛就没有了 两个眼睛没有了 这里这里没有没有 鱼 就是我们吃的鱼啊 水里游的鱼啊 吃的鱼啊 水里游的鱼 很特殊啊 这个一定要记住 这是汉语拼音 特殊的组合方式 大写的鱼 鱼 衣服的鱼 鱼 鱼 二声呢 鱼 三声呢 鱼 四声呢 鱼 我之前的课是不是学到了啊 这一个特殊的汉语这一个特殊的汉语经常在警告牌上可以看到 我 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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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眼睛的 有眼睛的 鱼 合起来 带声吊 两个眼睛 就要去掉 去掉 然后是这颗鱼 还有一声的鱼 二声的鱼 三声的鱼 鱼就是我们在欧洲的冬天 经常会下的鱼 下雨 下雪的时候 有时候也下雨 雪花很漂亮 飘来飘去的 但是雨水也在其中 它们经常是雨加雪 雪花 雪花都是六角形的 为什么 为什么雪花是六角形的呢 而雨点 老实话的这个雨点 这么大呀 这么大的雨点呀 像一个人在哭一样 雨 还有一个四声 玉 好 今天的这个 符音和原音的组合 是拼音里 作为特殊的 用大写的字母 一和呜 一 一 来组合的一个特殊的拼音组合 一 一 一 负的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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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 都是你的大写的 大写的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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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 它们发音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它们两个人必须站在一起 作为一个完整的拼音组合 乌 乌鸦的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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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有的四声都没有这两个点 看到一 组合的鱼 没有点 一 鱼 二声 鱼 三声 雨 我们下雨的雨 哎呀下雨了 打一把伞吧 下雨的雨 雨 四声 雨 好 我们结合声调 来认一下我们今天拼音组合 一声瓶 一声瓶在哪里 这里 乌鸦的乌 还有呢 衣服的衣 还有呢 鱼 鱼服的鱼 多出来的意思 二声 二声 羊 鱼 游乐的鱼 吃鱼的鱼 还有呢 嗯 五 这个字 就是没有的意思 五 二声找到了 好 三声 折 折 今天的小树盖 红色的 找了火呀 好吧 那我就给它蓝色的花 三声 在哪里 三声 乙 靠的乙 然后呢 这里是三声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就是三声 五 我写到这里 小小的 不好看 再写一个 五 在这里 好 回来 四声 下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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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来找一找 找一找 四声 在哪里 这里 一 五 遇到你 我真的很开心 对吗 这都是上天的安排 好 今天我们学了这比较特殊的 一 一 大写的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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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特殊啊 特殊的一和一组合的时候 有眼睛的一组合的时候 合起来两个点 没有啊 有声调 那 大写的乌 小写的乌 它们要合起来 才成为一个完整的拼音 乌鸦的乌 乌鸦是林燕老师的宠物哦 它们很聪明的 一 大写的一 和小写的一 组合起来 才能是一个拼音 一辅的一 一个大写的一 一个小写的一 合起来 一辅的一 好 今天 一 乌 一 很特殊的 大写的拼音组合 去掉两点的拼音组合 今天我们就上在这里了 好 课后老师还是恢复上 文字版的PPT 还有一段朗诵的非常优美的散文 还有作业作业 一定不要忘了啊 好 如果你对林燕老师的课 感谢你